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新造型咋又帅了呢? 格纹西装搭配蓝衬衫,复古又时尚。 有一种时尚叫明星同款,肖战格纹西装配蓝衬衫,被热评咋又帅了? 尽管每年年初,各大时尚杂志会发布流行趋势预测,各大时尚品牌会发布新品。 看时尚模特在体型台上用优美又专业的猫布,向大家展示时尚圈流行的新趋势。 对他们展示的单品无论是款型设计,还是色彩搭配,都是时尚圈里的事,因为这些服装我们在街头很少看到。 其实,这也很正常,毕竟体型台展示的单品,一方面设计的都十分夸张。 更适合拍摄时尚大片。 另一方面,T型台上的这些服装,大多都是高定服装。 这些服装的价格相对要高得多,这也是我们在街头很难看到的原因。 不过,有一种时尚,流行得非常快,这种时尚叫明星同款。 明星既包括是娱乐明星,也包括一些体育明星,正如在冬奥会上。 加拿大代表团穿的服装,当时在官网上秒心。 从中也能看出明星同款的魅力。 其中既有对于明星时尚品味的认可。 也有通过同款提升自身的自信心,还有对明星同款的价值显性化。 正如肖战工作室在1月17日发布的肖战新造型那样。 格纹西装搭配蓝衬衫的新造型,不仅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。 他的穿搭还被称为复古又时髦,穿搭出了时尚和品味感,被热评为咋又帅了呢? 这身穿搭也也不愧为肖,占全球时尚标志人物的称号。 而西服穿搭也被预测为2023年的流行新趋势。 不过这个预测与上述体型台和时尚杂志的预测不同,非常的接地气。 因为预测人的角度很特别,是站在大众的生活观念并根据面料的技术变化,推测出来的。 肖战的这款造型,上半身采取格纹西装搭配蓝色衬衫。 下半身则选择了一款黑色纸筒裤。 虽然,肖战的这款造型灯。 上话提榜与许多网友喜欢它有很大的关系,但是肖战的这款穿搭。 也充满着时尚感,净显少年气息,也是男友帅气又有气质的穿搭。 上身的西服很有设计感,短款的版型,格纹的图案,既经典大气,又有复古时尚的味道。 而短款的剪裁和褶皱的领带设计,又给人一种前卫和俏皮感。 时尚也有轮回,格纹西装总给人一种刻板和吐气的印象。 没想到经过特有的设计和改良后,在肖战身上穿出了英伦风和金贵优雅感。 搭配的蓝色衬衫给人一种正式感,而蓝色衬衫也成为职场人穿搭西装的标配之一。 用正式的蓝色衬衫,减少了高个子男生穿短款西装带来的错配感。 下身的黑色纸筒裤,也让穿搭者显得更挺拔,彰显出大长腿。 肖战的这款造型既有休闲的味道,也不乏正式感。 在穿搭上,既能将自身的优势展示出来,展现出个人魅力,又能给人一种美感,这才是穿搭的要点。 这也与2023年的穿搭趋势相契合。 休闲与正式相融合,看起来很放松,但同时又能给人一种专业和能力感。 在2023年,要多穿西装呀。